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有一位叫做光頭BO的小粉和網紅 在香港羞辱並且砸毀知名已故歌手黃家駒的墓碑 那黃家駒是別樣樂團的主唱對吧 代表作有光輝歲月、海闊天空 這些歌在KTV都耳熟能響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的10後聽不聽這些歌 但90後的我這些歌真的是耳熟能響 有時候去KTV這些歌還會在這個熱門排行榜 這位破壞墳墓的小粉紅年僅15歲 也曾舉過國企五星期愛黨愛國 對吧宣揚愛國理念 更是拍過一些比如說舔馬桶啊 喝馬桶水啊舔廁所地板的影片 有一種台灣吃S歌的集市感對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荒唐的影片 嘲笑從有放棄過心中的你 傷心裡我 誰明白我 永遠高唱 好好 走佩 聽清楚 真的很誇張對不對 別讓樂團的成員也發文痛罵這個粉紅的行為 那皇家居的包帝皇家强也发文痛呛 我们带大家来看他呛什么 他说是什么样的国家道德轮亡到这种地步 千里迢迢的来摧毁别人的目的 你所做的一切会得到什么呢 伤害别人真的是你的流量密码吗 我不知道怎么去谴责你 感慨你的生活环境竟然会造就出 你一个这样可悲可耻可怜可恨的阿强哥 我不知道有多少像你这样的阿强哥林天天在国内繁殖中 此种不灭国亡不原意 就是这个文章引来小粉红的痛呛护航 看来小粉红也是非常的爱翻墙 特地跑去脸书上看 我们来看一下粉红说些什么 皇家强你想引修些什么呢 你有什么目的你是何居心呢 这两个破坏你哥哥坟墓的神经病是香港人 不是咱们内地人 你是不是失望人呢 为什么千里迢迢的来破坏 香港到香港有多千里迢迢呢 光头的生活环境就在香港 你也不要感慨了 正正就是你们这种黄S当道的环境 才造就了香港这样的神经病 你可以气愤 毕竟这种事情大家都气愤 但你这样阴阳怪气的 坦坦打打的说话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长期是乐团的脑本 上次还碰瓷肥妈 19年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清楚大家也明白 19年是什么 香港反送中 但小粉红不敢讲出来 你是什么成分 大家心知肚明 而皇家强看到这条 微博上的粉红留言之后 并没有在微博呛哭 反而是回到自己的脸书回忆 在下方他又留了一段贴文 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当然需要国家来关注啊 难道我这个市井小民 可以改变这些变态的行为吗 我文中从来没提到 是哪一个省份的人干的 自己国家不是国内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呢 是语言能力有问题吗 还是你别有用心 我心里明白 把香港分裂出来的是哪些人 搞对立 搞分化的又是哪一些人 我们可以从他弟弟的贴文 跟这个粉红的贴文 可以发现 搞港独的是谁 搞分裂的是谁 不就小粉红你自己吗 你还分什么内地人 香港人 但是黄家强文章一直用国内国内 我问你啦小粉红 你把内地跟香港区分开来 你是什么居心呢 内地是哪一个省呢 内地省 内地特别行政区 还是内地直辖市 该不会是内地自治区吧 你们内地省的省长是谁 而且自己家人的墓碑被捣毁 跟黄家强的政治立场 还有他对香港有什么前景跟看法 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 笑死了呢你们粉红啊 当时连19年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是什么 你们都说不出来 大家应该有看过 各种欧美的记者去访问小粉红吧 每个都打不出来 丢人现眼 然后记者就问他 那香港人的五大诉求是什么 来说来听经呢 对啊你要说出来 你才能知道你在反对什么 那这五大诉求 你认为不合适的点在哪 这很正常的提问反问辩论对吧 但每个小粉红都跟记者说 香港是中国的 台湾也是中国的 两个都是中国神圣不可奉购的一部分 这两个跟五大诉求有屁关系啊 我们假设今天有一家人 爸爸说要去阿富汗旅游 妈妈跟妹妹列出了五大诉求 五大建议 告诉爸爸 我们不想去阿富汗玩 太可怕了 有这个钱不如去欧美日韩玩 更划算 那边历史文化也很好玩啊对吧 然后城市也很便利啊 去那边看看国外的文化 诸如此类的嘛 总比去阿富汗好 而且阿富汗的政权也不稳定啊 说不定你去那边 明明就是在中国不犯法了 你们到那边就马上犯法了 你也不清楚 诸如此类的 那爸爸就反问了一句 你们想造反事吗 老婆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偷人啊 你是不是有小王也小三啊 妹妹 你长大了齁 翅膀硬了齁 叛逆了齁 会忤逆爸爸了齁 这个时候妈妈跟妹妹说 爸爸 你有没有好好看我们的五大诉求跟建议呢 然后爸爸怎么说 你们就是想要分裂这个家庭啊 这个家庭四分五裂你们最开心啊 没有我爸爸就没有你女儿啦 这就是小粉红的日常逻辑啊 在问你 你一直说BCDEFG 这种日常逻辑啊 适用于每一个小粉红的情境 像是前几天啊 又一个粉红到马来西亚旅游 那发现当地有一家共茶饮料店上面写了台湾高雄 结果爆气发小王叔 痛骂 带大家来看 我觉得这应该算台独了吧 在吉隆坡一家商场看到的共茶 不经意的便宜也觉得怪怪的 在国内的共茶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字眼哦 在国外你应该要写的是中国台湾高雄 中国台湾必须统一 对最好是写中国台湾高雄 然后什么区域地址住址号码门牌号 全部都写出来 这样才是中国完整领土 这样你有没有满意一点 莫名其妙哎 你入股这家公司啊 你入股这家公司你爱写什么写什么 好不好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奇怪逻辑 小粉红跟舔共台湾人总是呛我们台派 有种台湾独立啊 怎么不敢独立的呢 既然台湾没有独立于中共国的话 请问你们要统一台湾干嘛呢 你为什么要统一一个已经是属于你的部分 在统一一次呢 你有什么毛病呢 所以很明显这些人说的台湾有种独立 是在指什么 指独立于中华民国 所以你们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 如果是按照台湾应该从中华民国独立的立场 请你去跟你圣上说 台湾啊不敢从中华民国独立 而中华民国现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互不隶属 你跟他讲啊 还是说你们圣上他是承认中华民国 他也不承认对吧 所以你们不要 一下站在中共的立场 一下站在这个华统派的立场 然后把两个立场混在一起用 哎呦 他很乱啊 而且我们论明帝国 明帝国所有势力正式灭亡 事实上是1662年 包含南明四位皇帝跟正成功势力 对吧 大清占领北京之后 南下攻打南明的残存四王 当然还有正成功啊 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 就在南方 清军在扬州 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地区 也死了八十多万人 当然也有人说啊 可能只有十万人 OK 不管是八十万还是十万都非常多了 这些通通可以被遗忘 最后花了十八年啊 灭亡了大明势力 为什么大清不同意 远在台湾的正成功 搞所谓的台独呢 对吧 正成功你们那个东宁啊 就成立一个东宁国 那时候正成功的后代 也觉得我们可以学朝鲜一样啊 给你上工啊 当一个反属国 但抱歉 你正家人 是大明国姓爷的后代 对吧 被赤租姓的 你们有大明的合法继承权 跟反统回去的权利 所以你的存在就是我的肉中赤 必须拔除 你不拔除 每天在那边隐隐刺痛 看了难受 所以中共对消灭中华民国台湾 也是这样的看法 而且我们的存在 迟早有一天 会为他们的这种颠覆势力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啊 中共远远不如大清的是什么 你花了七十多年 还没有收复台湾 大清才花了十八年 但是啊 我们看这个大中华的历史写什么 1664年大明灭亡 对不对 如果要这样讨论的话 南宋他也算叛乱政权咯 他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咯 因为他的首都被大清占领 后来包含大明的朱元璋 把蒙古驱离回北方 此时呢 蒙古帝国 他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不对 虽然他的政权啊 被不同的部族 像是打打 瓦剌 顶替过 但国家还是大蒙古国 所以大明的朱家王朝 也是这样看蒙古国的啊 对吧 因为我还没有把你消灭 我没有正式的法统继承权咧 你哪天又主打着 哦 因为我还没有被消灭 我曾经占领过中原 我有继承权 回来再把你这个大明逆者给消灭 所以啊 为什么明朝一直北上去侵略蒙古帝国 从朱棣一直到朱祁镇 对吧 这个朱祁镇后来这个土木堡之变被俘虏走了 对不对 在这个哥哥朱祁镇皇帝被蒙古帝国俘虏之后啊 蒙古又南下包围的北京 继位的弟弟朱祁玉跟兵部上述于谦啊 开打了北京保卫战 那按照这个脉络来看 蒙古帝国比明帝国更早成立 而双方谁也吃不了谁 那蒙古是不是可以比喻成中华民国 明帝国是不是可以比喻成中共国 我是说先后成立的顺取好 你目前确实没有把中华民国吃掉所有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还可以辱华啊 辱共啊对吧 当然最后啊 蒙古跟大明都被第三势力大清给灭亡了 那这第三势力是谁也不好说啊 影片的最后还是要提到 伊朗的总统前几天不是搭持生机 结果哟死了对吧 中共的媒体说什么呢 伊朗的人民非常难过 聚国哀悼 说中国失去了一个大学教授 也失去了一个好自由 中共曾经奉伊朗总统 是北京大学的荣誉教授 结果不少民众啊 在伊朗首都放鞭炮庆祝 甚至在海外的伊朗人啊 还跟以色列人一起跳舞 举着国旗欢庆伊朗总统 殉落 你们去推特上看了非常多 喝酒狂欢啊 放鞭炮啊 拍片讨笑的啊 而小粉红还呛 这肯定是美国搞的 非直升机这样是美国搞的 绝对是美国 非常可怕 就问你怕不怕 你怂不怂 还不投降 哪天就武统你们 哪天你们坐高铁 坐那个特斯拉就给你碰 啪不啪 伊朗的实权啊 在最高领袖手上 如果真的是美国要用的话 美国要用的人 应该也是最高领袖 伊朗的实权最大人 叫做最高领袖 二把手才是总统 我为什么要弄一个二把手 我为什么不用最高领袖 我为什么两个不一起 我觉得小粉红蛮孝顺 替他国领袖莫啊 结果当地人民在欢庆 你不仅当了俄孝子 还当了波斯孝子 对吧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解释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尔 下次见 拜